我想今天早上看到這個新聞嚇一跳 我想這是一個子虛無有的傳聞 空穴來風 也不是事實 我們目前還是認真做我們憲政工作 尤其目前在整個台灣在蘇貞昌院長帶領的內閣底下 不管從防疫經濟的紓困振興等等 都有目共睹 政績也匪然 所以我們基本上地方政府會配合中央 大家一起做好相關的工作 把分內的事情做好 是我們當務之急 大家不用急著找工作 這個還是要謝謝大家關心 我們以屏東憲政怎麼樣讓屏東向前最主要的目標